哈囉 大家好 我是的爸 今天我們家要準備開始這個八天七夜的road trip了 看一下吧 東西塞得滿滿的 準備要road trip了 我們現在在做這個road trip上可以玩的東西 首先呢 先拿一個這種LEGO的這個底板 然後呢 在它的背面呢 黏上這種 就是有磁性的這個貼紙 這樣就完成啦 然後再拿一個這種 我們廚房的這種烤盤 然後再把它 這樣就吸住了 然後就可以在上面玩LEGO啦 這次呢 我們還添購了很多road trip用的設備 像是小朋友的收納空間 還有小桌子 以及大人的一個摺疊桌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在路上吃素食很方便囉 我們甚至還帶了自己可以煮東西的快煮鍋 以及很方便微波就好吃的白飯 還有一整箱泡麵 加上微波可食用的咖哩 以及小朋友最愛的海苔 這讓我們在road trip真的是方便好多 到了一些民宿啊 或者在路上 都可以簡單快速的做出美味好吃的食物 開了4個多小時 就到了我們這次的第一站啦 這個地方叫做Gathering Place 是被票選全美第一的城市公園 這個占地66.5 acres的一個大公園呢 裡面種了超過120萬種的植物 看看這個地圖 是不是像是來到一個付費的主題公園呢 來到了這天天氣非常好 而且還有免費的蛋糕 以及人偶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 這個公園很大 所以如果真的來這裡玩的話 不妨花一整個下午在這裡 可以好好的遛小孩吧 不過也因為公園太大 父母還是要看好小孩 不然真的是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呢 我們很喜歡這裡的設計 這兩隻鳥就像在水草公園裡面一樣 小朋友還可以爬著像是這樣的蘆尾 還有長嘴巴的魚可以當做溜滑梯 非常可愛 這裡的公廁可能是我們去過 市地公園裡面最乾淨的 所以帶小孩的父母也不用擔心囉 今天天氣真的太好了 隨便拍照都很漂亮 真的很推薦大家 有空的話 來這個gathering place走走吧 好啦 我們前方還有好一大段路要趕路呢 我是德州爸爸 願上帝祝福你 我們就下一站見囉 掰掰 我們要聊天 可以拍照 那就要看